香港特区政府7月31日宣布 因应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决定2020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 中国法学会理事 香港职业大律师马恩国 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特区政府做了正确的 又担当的决定 选民的生命安全 远比行使政治权利的需求更重要 四年一度的香港立法会 换届选举规模庞大 涉及70个议席 登记选民多达440万 投票当日 34,000名选举工作人员 将在615个投票站 以及中央点票站和媒体中心工作 有大量人群聚集和人际互动 构成极大感染风险 马恩国强调 当前世界范围内 因疫情而推迟选举的国家和地区 并非只有香港 有68个地区 是因为这个新冠疫情 而延迟他们的选举 然后还有24个国家 把他们国家的大选推迟了 7月31日晚 白宫发声明谴责香港特区政府 亚后立法会选举是削弱民主自由的决定 马恩国表示不能认同 他认为受疫情限制 不少登记选民滞留于海外和内地 不能回港投票 延期选举更加强化了民主代表性 对于未来一年香港立法会运作问题 马恩国表示根据《基本法第69条规定》 议员任期为4年 紧急状况下 是否可暂时延长任期 已经不是特区政府能解决的问题 第69条的任期为4年 可不可以因为疫情而延长 这种对于第69条解释的这种权利 在全港元大常委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